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只见其腿不闻其人 陈云洛艳毕业修花上的 要厕所下的恋情爱语 真意为一真的 可乐他对象 说言话 好吧我叫小九 今天可乐不在 我要替他向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困扰了他很久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向大家交代 于是呢他就 名思苦想 绞尽脑汁 想了一天一夜 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我 但是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跟你们说这件事情 我怕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众所周知 可乐是个技术up 有些看过他直播的都了解 他几乎每天都在 熬夜干表现分啊 打电风赛什么的 然后呢还每天坚持更视频 说实在的 真的挺辛苦的 然后每天晚上 我就在他旁边 喝着奶茶啃着鸡腿 吃着零食刷个剧 困了再打个盹 不开玩笑了不开玩笑了 嗯 现在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言之意 就是很普通的一件小事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可乐的支持 如果不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的话 他可能会亲自向你们告别 我相信 他一定会舔过来的 毕竟他承诺过大家 下个月一定要拿到国标的 我相信他 大家也要相信他 可乐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其实这条视频并不是想要博同情什么的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挺突然的 他没有做好准备 我也没有做好准备 我也希望他能好好地面对你们 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们了 真的很抱歉 骗了你们这么久 我来让我帮他学习视频